- 平民天后徐怀玉近期参加《路纵承风2023》 然而他在一宫演出翻车 被网友们骂翻 即使恶功恢复了水准 然而不少网友持续批评 录制第三次舞台表演期间 刚好是一宫舞台播出后不久 徐怀玉现身是明显情绪低落 身为队长的Ella安慰他 新闻很快就会被其他新闻盖过 不会一直有人针对此事评论 有人喜欢你就会有人讨厌你 这使徐怀玉才承认 因为傅平哭了一整晚 身为徐怀玉歌迷的Ella健壮 忍不住耿耀星恒表示自己喜欢的偶像 突然有一天就消失了 那个可爱的女生去了哪里 Ella也强调大家都会陪伴他 每个人都会在舞台上犯错 可是犯错难道就该死吗 既然能够继续留下来 那就尽力做到最好 暖心的话语不仅鼓励了徐怀玉 也感动了大批观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